马来西亚此季吉达峰会一行 52位志工回到了花莲禁司 经设与上人进行温馨座谈 他们献上了用心制作的礼物 借物传情 展现深长的师徒情谊 吉达峰会成立27年来 首次返回心灵故乡 志工也献上用心筹备的礼物 眼前栩栩如生 富有生命力的火金箍水彩画作 甚来自一位著名画家周吉祥 这幅画是我从来没有赏识画过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必须上网看下萤火虫的一些形状结构 我在想这个是击打瓷剧人 给证业上人的一个心意 用自己对画的技巧 呈现尽善尽美的一个画面出来 从层图渲染颜色上的搭配 每一笔一画背后都蕴含了寓意 萤火虫它身体所发出的光线 它本身是一个软色 用深浅布地的青色 把它前后的草画出来 以营造这个草和天空跟萤火虫 互相调现 它给我们引路和这个希望 萤火虫比喻成为是慈祭人 它们的奉献服务社会 让这个世界变成更温情 发扬人间有爱 世界美好的一种理念和精神 画作上汇聚了五百个心字 象征一体同心 中间的留白 上人以一番慈事填上 让志工铭记于心 充满禅意风的须弥山 是善用大自然环保素材来完成 这精致的设计 都是出自于周广城的巧手 底盘大地 我是用破花盆 是因为现在天下都是四大布条 这红蚂蚁就是响食豆 黑色的蚂蚁 就用一种蔬菜叫刀豆的种子来做 礼物只是形式 佛心失智才是想要传达的精神 志工会遵循上人的教导 继续铺造大爱之路 用心付出利益人群 给上人最好的礼物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马来西亚报导